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台南文化中心2018品牌节目失落的幻影芭蕾舞剧,将于今,25日晚上登演,虽然碰上下雨天,舞团全力投入,将以音乐与舞蹈之美感动观众,希望带来与神同行的完美表演。 这部戏是台南文化中心的年度搭档表演,由福尔摩沙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于能胜,及长荣交响乐团合作的全新芭蕾舞剧。 台南文化中心表示,全剧音乐由长荣交响乐团现场演奏,并由音乐总监格洛舒马富斯,Prof,Janet Schmoffers,亲自指挥。 另外舞团邀请两位曾获罗马尼亚阿拉德芭蕾奥运会比赛第一名,现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芭蕾舞团首席舞者Christina Alexandre Canelo Dimeru及Dogdan Steffen Canelo和演。 此外,以舞台装置抽象的象征影像及舞蹈肢体美学双向同时进行,搭配强烈舞台情绪的音乐。 演出一幕一幕人祸与环境变迁造成的悲欢离合,叙述环保重要性与警惕性,以及对文化永续发展的省思。 台南文化中心表示,制作品牌节目出让在低优秀舞蹈表演人才有发挥的舞台,台湾舞者密集与国外顶尖芭蕾舞者排练,更能从中学习舞技并提升视野。 期待培育出更多月上国际舞台绽放光芒的舞者,失落的幻影于今晚七十三十分集明。 二十六,日下午三十,在台南文化中心演一听各有一场。